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事发在圣克拉拉县的县城圣河塞 警方说当天清晨六点半左右 当地的交通管理局下属一处轻轨车厂 一名男员工向同事开枪 造成多人死伤 57岁的枪手随后自杀身亡 由于建筑物内 据报发现至少一枚炸弹 警方继续封锁现场进行搜证 据报道 案发现场是一处交通控制中心 以及轻轨列车的维修场地 毗邻当地警察局和圣河赛机场 仅相隔一条公路 案发之后 当地的轻轨交通服务受阻 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 呼吁政府取消东京奥运会后 美国白宫26号表示 仍然支持日本举办奥运会的决定 而对于新冠疫情可能构成的风险 就表示美国信任日本政府 并且没有禁止美国人前往日本 日本发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闻 26号发表社论 呼吁日本首相菅义伟 取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播并没有停止 变种病毒可能会在日本 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押注这场赛事 能够顺利进行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美国国务院在本周 仍然在旅行建议中 把日本列为第四级最高级别 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 但白宫26号表示 美国政府仍然支持 日本召开奥运会的决定 并且指出旅行警告 并不是旅行禁令 旅行警告并不是旅行禁令 目前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大约为2% 对于日本是否能够在奥运会期间 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白宫表示 相信日本政府把公共卫生 视为核心要务的承诺 日本媒体预计 除了参加奥运会的 11,500名运动员 还将有接近8万名 奥运会的工作人员 记者在7月抵达东京 这个规模 大约是新冠疫情之前 预期的一半左右 凤凤华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现在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来看一组综合科学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于周二援引来自美国 46个州和地区的报告称 截至4月30日 在美国已经有10262例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 感染新冠病毒 报道指出 这种情况被称为突破性感染 其中不到7%的患者 因新冠肺炎症状住院 160人死亡 所有病例的中卫年龄 为58岁 感染的人当中63%为女性 大约64%的病例 涉及新冠变异株 其中57%为英国变异毒株 疾控中心表示 这类病例的报告是自愿的 不包括未出现新冠症状 且未进行检测的 接种过疫苗的人 但是疾控中心指出 截至4月30日 有1.01亿美国人 完全接种了疫苗 其中绝大多数 接种疫苗的人 受到了保护 有着接近百年历史的 洛杉矶郡博览会 宣布从明年起 将从9月份改期到5月举办 博览会作为一项 为期三周的大型嘉年化活动 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停办两年 由于洛杉矶9月份气候炎热 博览会经营者需要在遮阴区 雨伞桌和水雾器上 花费高达数十万美元 为了减少这部分开支 同时迎合包括母亲节 国商日等假期 洛杉矶郡集市协会董事会 决定将日期重新安排到 气温较凉爽的5月5日到30日 举行博览会 洛杉矶郡博览会 为美国第四大博览会 100年来已经累计吸引8900万游客 拜登政府近日表示 将与加州合作在太平洋 开发海上风能项目 有报告称 此举是实现 白宫到2030年部署 300亿瓦海上风能目标的 关键性一步 除了对环境有利 拜登政府还强调了 经济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 加州州长纽森于周二发表声明称 发展海上风能的可再生能源 可能会实现加州清洁能源目标 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发展 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联邦内政部长德布·哈兰德 在一份声明中也表示 海上风电行业有潜力 在全国范围内 创造成千上万个高薪工会工作 同时也可以与气候变化的 负面影响作斗争 随着疫苗接种快速普及 夏季休假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服务行业急需快速增加人手 以应对市场复苏与业务扩展的需求 根据报道 美国众多夏季旅游热点与海滩 因为缺少包括海滩救生 餐厅烹调与服务送货等 关键服务人员而无法开业 另据报道 很多餐厅在当地政府 开放室内就餐规定后 但因人手不够 而只能持续关闭就餐设施 只提供外卖服务 而目前很多已经在职的员工 因为过度工作量的压力无法承受 而导致辞职率也比以往大幅度提升 报道就指出 伊利诺伊一家麦当劳快餐店 表示将会对就职满6个月的员工 发放iPhone作为奖金 在完善了预防安全事故方案后 位于曼哈顿哈顿逊广场的 The Vessel地标 今日宣布将重新开放 此前由于受疫情和三起自杀事件的困扰 The Vessel在1月宣布无限期关闭 周三该地标终于宣布 将于本周五有条件的重开 将采取预约售票方式 向两人以上结伴前往的游客开放 但独自前往的参观者将被婉拒登顶 此外 门口标示牌和门票上 也添加了全国自杀预防声明热线的信息 共增加三倍的员工和安保人员 根据了解 Vessel门票盈利也将直接用于增加安全性 例如增加员工人数和安保以及员工培训 周三 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式宣布 将以84.5亿美元收购好莱坞制片厂米高煤 这是该电子商务巨头重新重视娱乐业 并抓住机会 成为重量级参与者的最新迹象 亚马逊在声明中表示 希望借助米高煤的影视制作经验 以及旗下的4000多部电影和1.7万部电视节目资源 来提振亚马逊公司的电影和电视部门 亚马逊高级副总裁麦克·霍普金斯提出 未来将会和米高煤团队一起创作新的电影和电视剧 收购米高煤是亚马逊历史上的第二大收购 仅次于2017年以137亿美元收购Whole Foods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关注今天中国聊三地的最新消息 黑龙江省东陵市26号发生一起爆炸事故 造成8人死亡 4人受伤 网络视频显示 爆炸产生的龙烟 远处可见直冲云霄 事故发生在26号上午 东陵市华盛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发生爆炸 搜救工作到晚上8点结束 共造成8人死亡 4人受伤 伤员已送医救治 进公安机关初步调查 事故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已经以煤矿使用为目的 非法制造 储存爆炸物品而引发 东陵市当局正全力做好人员安抚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6号公布四个中学科目的 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包括中国历史科 历史科 经济科和生活与社会科 四个课程框架均建议安排学生到内地考察 根据中国历史科国安教育课程框架 初中课程的整体教学重点 以政治演变为经文化特色和香港发展为伪 让学生理解香港在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概况 以及与国家的互动情况 从而认识香港与国家的紧密关系 加强学生对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概念的理解 并提升学生的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 教育局早前新编定了中国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除了本次四个科目 教育局此前已发布11个中小学相关科目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 台湾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多个县市打算直接购买疫苗 呼吁蔡政府放行 台湾25号新增542个本土病例 多数人集中在新北市有扩散迹象 新北市26号新增两处热区防疫中心 强化三级警戒措施 并呼吁市民做好停班准备 台湾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益然表示 疫苗是唯一可以解决社区流行的终端武器 如果中央政府无暇去兼顾采购疫苗 是否可以开放疫苗采购权 给地方政府去采购 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台湾目前只有约7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官方称6月会有200万剂到货 8月可达1000万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国三大股指在今早开盘后 涨跌不一 随后盘中震荡 尤其是导致盘中涨幅反复 纳指在今天总体跑赢大盘 在本周投资人关注的是 美国通胀水平 那么整体市场对通胀的担忧 有所降温 市场的风险偏好是有所上升 另外在近期受到 美国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复苏的提振 多数在早前受疫情影响 显著的行业板块 比如说汽车工业板块 航空工业板块 在近期都是表现不错 录得了显著的反弹 而在倒置方面 倒置盘中多数的成分股 在今天都是维持跌势 尤其是一些生物药类的个股 和科技类的个股 今天拖累倒置走势 另外零售商沃布莲 今天是跌幅超过3% 零跌倒置 而耐克则是上涨超过2.5% 在倒置盘中表现最佳 而金融类的个股 今天是普遍走高 低震倒置走势 另外在标普白指数方面 今天科技板块 在早盘一度零涨 随后转跌 电讯板块 非必须消费品板块 则是零涨大盘 而传统的币线板块 包括工人事业板块 以及必须消费品 接连几个交易日 都是表现欠佳 那么今天生物药类的板块 以及原材料板块 也是表现欠佳 另外 元月期货价格 在今天基本收平 小幅上涨 黄金期货价格 收低不足0.2% 美元指数全贴 维持上行 以上就是星期三 美国股市情况 方后会市场轻微 纽约报道 再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看全球各大城市的 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